洛杉大坡我去过 对 可以 内心 对洛杉大坡的话 像我一般外面的人 很多人是喜欢过来刷的 知道吗 因为洛杉大坡呀 我美山呀 像这个时候 我美山山上都是下雪了的 都是下了雪的 因为海拔很高嘛 我美山的话海拔很高 所以说像这个时候早就 堆着雪了 早就堆着雪了 方言说方言全 消得了 能听得懂吗 直播间的哥姐说他们 刚刚小杨说的乐山话 你们能听得懂吗 舅妈现在不吃鸭子了 鸭子吃不去了 吃鸽了 舅妈现在不喜欢吃鸭子了 知道吧 下雪 下 只有下雪就听得懂 是吧 主要是我们说的很快很快 知道吧 说的很快 上海人听不懂 很正常的 只有普通话是 全国各地都能听得懂 对不对 对乐山大佛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哥姐说真的很好玩 很好 乐山很好 山清水秀 也不是说山清水秀吧 就是有河嘛 有河 就是 夏天的话你可以 很热很热的时候你可以去河河边走一下 真的很凉快很凉快 很凉快的 然后美食又多 乐山的话 乐山最出名的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直播间的哥姐说 你们知道吗 乐山 乐山大佛 乐山大佛以后就是我们乐山的美食 真的 很多人都过来旅游以后是特别不想回家了 是的 有人说舅妈 舅妈怎么怎么样 舅妈这 来了 就 对我 每次我要带一点 我要带一点的 要带 知道吗 直播间的哥姐说 哎 要染后面如果舅妈头发 如果带着染红色不好看 知道吗 染红 看这东西 哎呀 舅妈不说在这吗 红色 红色是不好看的 因为她那个年纪就不符合了 知道吧 已经不符合了 那小胡子 啊 我的头发 那我喜欢 红色 我说喜欢红色呀 舅妈 啊 我们 直播间的哥姐说 你说 舅妈让红色头发好看吗 但是我觉得 就把红色的话 有点不适不适合了 知道吧 那我适合的 那我喜欢的嘛 啊 但是你头发如现在也没有白头发 如果白头发多了我们就染黑色 知道吧 红色的话 会看着怎么说呢 那我 喜欢红色的吗 就喜欢红色啊 舅妈 嗯 如果喜欢红色 你们说染不染直播间的哥姐说 你们说要不要给舅妈染 你们说要不要给舅妈染 舅妈上次我给他弄了头发的弄了头发的 你们说要不要给舅妈染 就把这样 我们问我们 听我们直播间哥姐说他们的意见 如果他们说 要染给你染的多的话 我想想就给你染 如果让你不要染的话我们就 不染红色 你看行不行 那我喜欢啊 不是 喜欢我们还是要听 大家的意见 因为 不是自己喜欢就 不一定好看 知道吧 我们听他们的意见 好不好 好嘛 来 来说嘛 啥子喜欢嘛 直播间的哥姐说 刚刚你们听到了吗 如果 你们觉得舅妈染红色好看 我们就打个 一嘛 如果觉得不好看 我们要打个二嘛 好不好 如果我们 争取我们你们的意见 争取你们的意见 如果 打的一多的话 我们就给舅妈染 如果打的二多的话 我们就不染 好不好 直播间的哥姐说 你们 我们听你们的意见 好不好 我们一起公平上互动起来 我看一下如果打的一多我们就 那就吗 那个公平上全部都是二看见没有 他们说啥的不好看 他们说啥的不好看 那说不好看 啊 他们说染的不好看 那我喜欢 我那我喜欢的嘛 别炸的了的 我这都嘛 你挺醉的 那没事 舅妈你 别炸的嘛 就 要不你别离开 我跟舅妈说 舅妈你别染红色的 那 洗一下红色 红色不好 红色你染了 我一直都不建议你染红色 但没事 舅妈 只要你喜欢的话 想让后面给你染嘛 好不好 我给你染嘛 对不对 但是不能让舅妈不高兴啊 是不是 他喜欢嘛就染嘛 我还抱歉 就因为为了我这个事情 杨哥 又真的不高兴了 是不是 杨哥 我们舅妈你坐那边去 塞太阳去 我跟杨哥一起坐 嗯 我这儿坐了 你坐这儿坐干嘛 这儿刷嘛 来看嘛 好不修 对 叔叔阿姨妈 我想跟杨哥坐在这儿直播 对 小胡子 小胡子 我们家可以去看嘛 看你说不修 我要给说说给舅妈染头发是不是 对怎么样是怎么样嘛是不是 那到时候弄的又不好了吗 又不行啊 是不是直播那个就转门 哼 好的 好的飞哥 现在话题的一定是穿了长话的 不处上 那就是管人的了 他高兴就好 是的 我也觉得是 我也觉得是 那你让个你你觉得给又可以给他染个红色呀 舅妈喜欢的吗是不是 你为什么喜欢的为什么喜欢红色 那黄卡的 哈哈哈哈 这样吗那这样吗 舅妈 等阿京我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就什么时候给你染吗 真的那你要不你给我们你让我们对不对那我给阳哥让阳哥给你染红色 那我们结婚的时候多喜气嘛是不是到时候也给你染个红色 你看这样不就更好了吗舅妈 好不好 对不对直播间的哥姐说爱们 但是阿京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 也就给你让慢慢结婚嘛 对你说 你就说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 但是你你要我们结婚的时候就给你染红色 啊 舅妈你你你坐那边去呗 哦我这坐 那我那小红子我们俩可以去找的 哈哈哈 那要不那你别染红色行不行 要染要给舅妈染 但等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就给舅妈染 舅妈我们这样嘛我们下个月就结婚 然后我们下个月就给你染红色头发 那结婚的时候嘛我的钱哪里好 啊钱嘛也 四十万 我说了算了 你说了算你说了不算 你也说了算 我现在直播间书师阿姨们都说你 我以前一直都听你的话 那你四十万那个怎么 你哪里来的那么多钱呀对不对 你每次对羊哥也不好 那你直播间书师阿姨们都说我太听你的话 所以说你一直都在那里闹闹闹 你四十个打W你拿来干嘛嘛 你有没有 有 我吃的穿的 吃的穿的也不用那么多呀 我们给你买 不行 我也给你买 对不对 你看 又不染红色的吗 不要了是不是 要合适的 合适嘛我喜欢 他喜欢红色刚刚小杨给你讲过的嘛 因为红色的话是很夸张的 不夸张 那你那我那你养哥哥 那你你同不同意我们结婚嘛 如果你同意我们结婚那 那马上给他染对不对 马上给旧妈染 今天养哥回去明天就给你带 染红色的头发来 哎那钱拿的嘛 我这几乎嘛可以 天哪就 那钱没拿的嘛 不行 今天妈还是懂了你看 真的是 那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多钱给你的话 你就这一辈子都不能染红色了呀 舅妈 哦不是的 钱拿是给我 或者是 虎里我虎里妈虎里妈 喜欢 一直都喜欢了 一直都喜欢了是不是舅妈 嗯 这是 没有染过嘛 是不是 是的 那 那你要不我们两个结婚可不可以 可以吗 钱拿的嘛 钱钱 不是我们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我跟杨哥的意思就是说 你你你同意我们两个结婚 我们就给你染个红色 那红色是 我喜欢 钱还是哪里 四十万哪里嘛 好久哪里嘛 好久几乎嘛 好久哪里好久好久结婚嘛 钱不拉里嘛 几乎 不几乎我 哎 要 舅妈又给要给餐 你是要给但是 你那个餐 你确实太多了 不是小杨在说的 是我们直播间的歌 姐说还没说的 你说四十个 大不溜 这餐你真的是 多了 不多 那七岁时候 七岁的时候嘛 我的五头来了 我一根骨的嘛 你算了嘛 但是啊 那阿静我们两个结婚以后又不是说不管你了呀就嘛结婚了我们到这里来一起照顾你不行吗 哦 不行不行 那钱钱了我们的不一起照顾嘛我可以了啊哈哈哈我不是不计划 那你想一下 阿静我们两个结婚要给那么多财女那以后阿静我们两个吃什么呀 住哪儿呀 哎那你们两块来两切知道的嘛 然后一抓嘛 对嘛 千万慢慢抓嘛 那现在不好找呀舅妈 咋子不好找 哼 对不对直播现在哥就专门是不是 那舅妈这样我们就 四十个也可以给你 但是我们就分期给你嘛 哦 回去 哈哈哈哈 我不敢来 哎,杨哥,不是粉子,不是吃,不能分气,是不是,你坐那边去晒太阳,我跟杨哥坐那儿,哎呀,那小伙子,我们俩可以一起走 没有赔价的,没有赔价的,直播,杨哥一传门 哎呀,怎么办呀,直播结束了,我想跟杨哥坐在那儿直播,但我又不能把他那个什么,那小伙子,我们俩可以一起走吗,你说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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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那儿干嘛,你要不同意我们俩结婚好不好,不好,那钱来了吗,钱给你40块钱,可以吗, 40块钱,哈哈哈,你是不是说,为什么我自己不说了不算,你自己说了不算,我说了算的,你为什么你说了算吗,40个不是4万,40个大不了了,反正我吃你吃,你那小伙子嘛,钱了还是找不到,反正你不吃 我说了算的,你打你打了嘛,你打了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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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不给我,哎呀,我又不是这个意思,我没说不,要给就嘛,要给是给,我们的意思是说你那个40个W太多了,太多了,知道吧,少一点行不行,那少一点就嘛,我们没说不给是不是,要给的,嗯,不敢 那一年一年给的话 真的 舅妈是没有问题的 知道吧 哎 舅妈你坐那边去吗 我这儿在 是不是直播 你说这儿走 谁把他拉走 刚刚还有人说 要他舅妈他直播进来 你看 这儿找吗 对分期给 分期 不是分走 不是房子就不能分期啊 舅妈 是的吧 远哥 要不 舅妈那些今天坐在这儿 想想干嘛 你走 我不走 你那边下太阳 他们叫 我这儿找的 那小伙子我们俩一起找 你以前都不愿意 跟 严哥一起坐的吗 我这儿坐的 舅妈想当网红是不是 不是网红 那网红才坐在这个直播 直播间里面来的 舅妈 对你是不是要当网红呀 舅妈 哎 不是 不是 我走这儿 我看 你看干嘛 你看谁 我说我看 我睡睡不来 这儿你早就看 叔叔阿姨妈 他要杨哥坐到那里 也不愿意让我坐这儿来了 要让他去晒太阳 他也不愿意了 怎么办呀 他们说 我让我们先生个孩子 然后舅妈就同意了 不是同意 哦 不同意 你这儿没结婚 前来的没来的 啊 哎 这点还有 不明被他管 没人不管 不该 我不得了 舅妈 你那是他们 他们那样说的吗 舅妈 不是我说的 不是我说的 是他们说的 直播间各级说的 他们说是 让阿舅我们两个 生个孩子 然后让你 给你 就让你无聊的时候 就是照顾孩子 你还有个吊杀 哦 你是走走走走 马上我再走 啊 走走走走走走 马上去走 走不去吗 哎哎哎 我来 就我们两个走 啊 马上去走 哈哈哈 你不要推他呀 我舅妈 哈哈 啊 那你坐 我就是旁边嘛 你是去晒太阳吗 舅妈 太阳就太阳嘛 不是 我说让你去晒太阳 晒太阳去吗 哦 你这是走 吃了是 吃了是 太阳 这还是太阳 没有太阳 有的 叔叔 阿姨妈 你们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我的舅妈 刚刚还有人说到这里来 她真的来了 石宇 大哥你看看 内心高兴的 很 老人呢 也有情绪的时候呀 字也不认识 一个字也不认识 他就想坐在这里啊 舅妈 你是不是想当网活 嗯 当网活 该不想 你就不管他吗 让他坐在这里 不听他的 提点 你看点 把刚才那个舅妈来的人 把舅妈拧走 快点 把我舅妈拧走了 把我舅妈拧走 舅妈看你的眼神 很 很什么呢 舅妈 快点 把我舅妈拧走了 你看我舅妈坐在这里了 我这儿坐的 你坐你的嘛 你们是在拍戏吗 对 你看我们在拍戏 拍戏有专门 故意把别人不想看的人 请到这儿来吗 对 他 哎 怎么黑了呢 舅妈年轻的时候 他就故意吓跑羊哥 那40个W 他还说 自己没 他今天生个 不聊那个 他要生气 你看 他都把羊哥赶跑了 真是的 真是的 老太太就知道钱呀 你头发好奇怪哦 舅妈以后有小外孙了 你就 幸福了嘛 舅妈就天天把孙子带着 很幸福 很幸福 嗯 舅妈很漂亮 他们说你很漂亮 哦 老母子不漂亮了 哈哈哈 他说老母子不漂亮了 你知道不要念家 好好好 九居阿姨 我知道 你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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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妈呀 你改改脾气嘛 让舅妈高兴高兴 舅妈 其实是 对舅妈 他舅妈是喜欢我的 但是她的那个说话方式跟态度 确实一点都不好 舅妈太难说话了 叔叔阿姨们你看我舅妈坐在这儿 他一动也不动也行的 我21岁了 21岁了 老太太不了解 舅根不是老母 舅难说话 直播间叔叔阿姨们 你们不喜欢舅妈坐在这儿的 快扣点1出来 我们想办法 这样子的话 我就跟杨哥坐在这儿 快点 你们不喜欢舅妈坐在这儿的 扣个1 这样子我们互动一下 让他知道我们没有人 我们不是说不喜欢舅妈 就只是单纯的 不让舅妈坐在直播间而已 好不好 你们扣个1好不好 舅妈你坐那边去嘛 塞太阳去 嗯